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让外判公司立即终止了与该广播员的合作 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发生在周一下午一点多的NHK国际广播中文台新闻直播中 当时这名40多岁的中国籍广播员刚结束关于靖国神社被突兀的报道 接着读下一则关于钓鱼台的新闻时突然暴赌说出了上述言论 这一言论明显与原稿内容无关 立刻引起了观众和各界的强烈反应 NHK迅速发表声明 对此事表示深深的歉意 并强调此类言论完全是不当的 与新闻无关 NHK还补充说将采取一系列措施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NHK中文网也在有关靖国神社的报道下贴出了道歉声明 极显危机公关的及时性和重要性 然而事件的背后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NHK的发言人透露 这名广播员从2002年起便负责翻译日语原稿 并进行广播受聘于外判机构 NHK表示不清楚该男子的动机 但已向外判机构提出严正抗议 该机构也已经解除该名广播员的合同 这件事让NHK内部的外判员工们感到无比震惊 纪录片制作人员佐藤表示 NHK早在30年前就开始实行外判制度 聘请员工时一般不进行政治审查 他认为未来可能需要改变这一做法 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这样大的传媒机构 如果不是涉及政治内容 都不会做审查 但NHK为了防止发生 最好要做审查 在日本主流报章 任职国际版编辑的申村 华明也对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 他指出 NHK国际电台的所有新闻稿 在事前都要经过编辑核对 外判广播员一般只需照稿朗读 然而 这次的广播员显然是故意脱稿 选择在一个极为敏感的新闻后 发表了引发争议的言论 申村认为 这种行为相当可疑 不排除该广播员 是潜伏在公营媒体多年的间谍 申村补充道 这名广播员已在NHK工作了22年 至今从未有过类似失常行为 现在突然发生这种事情 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他猜测 这名广播员可能是潜伏多年的间谍 一直在向中国提供情报 这起事件引发了大量日本网民的热议和愤怒 不少人留言表示 除了开除该名广播员 还应对其予以严惩 然而 申村先生指出 根据日本宪法 政府应保障言论自由 而违反国家安全的门槛也很高 通常只有泄露国家机密文件才会被控告 所以 想通过法律手段去惩罚该广播员并非一事 在这一情况下 申村认为 NHK唯一能做的补救措施 是将所有中文新闻改为 事先录制 防止任何人在直播中发表不当言论 NHK在周二早上更新声明 表示将认真考虑 将中文广播从直播改为预先录制 这起市场广播事件 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广泛讨论 一些网民质疑 靠纳税人维持的 公营广播 是否已被反日分子大举入侵 感到既愤怒又无奈 与此同时 TBS电视新闻编辑松田崇玉 在讨论网站 Newspeaks上留言 为NHK说好话 他指出 直播本身就存在 难以完全控制广播员言论的风险 相信外判公司与NHK之间 有着长久的信赖关系 这次事件可能只是个别情况 无论如何 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提醒了人们 传媒机构在全球化背景下 如何保持公正与客观 同时应对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 仍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课题 在日本放送协会 NHK 这个严肃的广播世界里 最近发生了一件足以让人 捧腹大笑又瞠目结舌的事件 这天 日本时间下午一点的 国际广播中文新闻节目 进行了一次令人意想不到的大爆炸 这场戏剧的主角 是一位40多岁的中国籍播音员 他的出场方式相当高调 这位播音员 自2002年起就开始在NHK工作 他的主要任务是将日语新闻稿翻译成中文 然后在广播中朗读 然而 这次他决定来点不一样的 在报道与晋国神社涂鸦事件相关的新闻后 他突然冒出一句 钓鱼岛是中国领土 这句话 虽然只有短短的20秒 但瞬间在NHK内部掀起了滔天巨浪 据多家媒体报道 这位播音员的爆料 把NHK搞得像个零食救火队 一边忙着解雇这位突发奇想的播音员 一边忙着向外界解释和道歉 NHK的解释和道歉来得快而狂风暴雨般 播出与新闻无关的言论是不恰当的 我们深表歉意 新闻部门甚至开始考虑 将今后的直播新闻改为录播 毕竟 谁知道 下次会不会又有哪位播音员心血来潮 突然宣布钓鱼岛是火星领土呢 与此同时 日本社会也在关注着另一个国际话题 乒乓球 这项运动可谓是日中友谊的桥梁 但最近却阴云密布 巴黎奥运会上 早田希娜夺得了女子单打铜牌和团体银牌 这本该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 回国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早田希娜被问到想做的事情 她天真的回答 想去 福刚的 面包超人博物馆 还想去路尔岛的芝兰特宫和平会馆 这话一出 竟然引发了中国和韩国的谴责浪潮 甚至她在中国微博上的好友也纷纷取关 这些取关事件让人不禁联想到 另一位日本乒乓球选手石川佳纯 在巴黎奥运会前 她参加了一个电视节目 与男子乒乓球华人选手张本志 和一同访问东京色谷区的东乡神社 并进行了必胜祈愿 这一举动同样在中国微博上掀起了波兰 与她要好的乒乓球选手等也纷纷取关 看来 乒乓球场上的竞争不仅仅是在球桌上 更是在国际政治的大舞台上 NHK的播音源事件和乒乓球选手的取关风波 让人不禁感叹 这年头 说话可真得小心翼翼 毕竟 一句话的插持可能就会让你从英雄变成灵 然而 这些事件也提醒我们 无论是广播还是运动 都承载着更深层次的国际政治和文化交锋 靖国神社的涂鸦事件更是如同火上浇油 据多家媒体报道 8月19日凌晨3点50分左右 靖国神社的入口附近出现了刻有靖国神社标记的石柱及其基座上的涂鸦 这些涂鸦使用了黑色马克笔 写着厕所 粪及军国主义等字样 警示厅已将其作为器物损坏案件进行搜查 不禁让人联想到日中历史上的纷争 这一系列的事件 似乎在提醒我们 无论是NHK的广播室 还是乒乓球的球场 甚至是靖国神社的石柱 都无法逃脱历史和政治的影响 这些事件背后 反映的是日中乃至东亚地区复杂而敏感的政治文化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 NHK的那位即兴发挥的播音员 或许只是被这复杂局势裹挟的普通议员 然而 他的那句话 无疑在NHK这座安静的火山上引发了一场火山喷发 对于NHK来说 如何在新闻报道中保持中立和公正 已经成了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这一连串事件 让我们看到 媒体和运动 不仅仅是娱乐和信息的栽体 更是文化和政治的战场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我们每一句话 每一个动作 可能都会在千里之外引发蝴蝶效应 因此 如何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保持平衡 是每个媒体 每个运动员 甚至每个普通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总的来说 这一系列事件 虽然充满了戏剧性和意外 但也让我们看到了日中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或许更应该冷静和理性地看待这些问题 寻求和平和理解 而不是让一时的情绪主导我们的行动 毕竟 无论是广播还是乒乓球 都应该成为促进友谊和理解的桥梁 而不是矛盾和纷争的战场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听众好 我是楚天书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NHK中国籍广播员 在直播中宣誓钓鱼台主权的事件 我认为这名广播员的行为 虽然违反了工作规范 但他的言论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真相 钓鱼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这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 而是对历史正义的宣誓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游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主持人员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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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